将明星放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独自生活 丢掉华服与艳丽的装扮 7月17日晚的木野家族里 一个人住在林间小屋的张翰并没有过度焦虑 只留下贴身的几样物品开始剥离自己的明星光环 只是对比曾经的慕容云海 如今38岁的张翰 再也不是爱丽丝顿商学院的狂野少年 两端感情失去后 被提及恋爱运足够坎坷的他也忍不住轻轻叹气 张翰很爱美 但凡能反光的地方都要照一照镜子 刘涛许晴和他一起出游时都曾忍不住出言调侃 喜欢照镜子无意透露出张翰对自己的容貌足够自信 也因此他一口气演了各种包袱厚重的男主 动辄就要给赵丽颖承包于堂 成为偶像剧里难以翻阅的经典段子 然而随着各路陷入小声如雨后春笋 张翰的转型也成定数 在战狼里变身硬汉 也让外界稍有改观 过了35岁之后 张翰极力在打破曾经慕容云海的滤镜 丢开准备的服装等物品 只留下最简单的日用品 他此次独处哪怕四周随处可见镜子和玻璃制品 但都能选择忽视 用张翰的话来说 如今的他更看重实用性 渴望生活简单点 玻璃乐霸气偶像剧男主的定位 张翰用一碗牛奶泡饭回忆起童年 回想起父亲用单车载着他回家的夜晚遭遇暴雨 这些生活的细节让他眼眶发红 经不住让眼泪流在镜头前 总是扮演霸气形象的张翰也感慨 曾经有一段时间 他的状态很不好 为了避免家里担心 他连过年都挨着除夕才赶回家里 不料却错过了于姥姥的最后一面 这也成为他永久的遗憾 要面对真实的自己 张翰也和老友打电话 谈及自己在对方眼里的遗憾之处 不料对方为张翰坎坷的恋爱运而唏嘘 并认为张翰如今的当务之急 是进入新的感情 重提往事又现场催婚 这让张翰不禁面露难色 甚至用手捂住双眼 显然也被戳到了心扉 戳到后谈过两段恋情 每一段都足够轰轰烈烈 但是自从与古丽娜渣 在2017年宣布分手后 张翰便再也没有新的恋情曝光 五年都出在林绯闻的状态 就算与张军逆 孟子义在戏里或者节目里显出暧昧 但是终究没有召入现实 只成为了宣传期的话题 对于如今的感情观 张翰也感慨自己不再给自己设定条条框框 不再拟定一定要在何时结婚 在努力追求美好的过程里 一切顺其自然 如今38岁的张翰 对于婚姻和恋爱都显得通透了很多 并不心急结婚 也不急于坠入爱河 这也影射出了张翰的变化 因为就在一年多前 张翰的想法还是急躁的一面 他坦言曾经想过为了结婚而结婚 找一个适合的人过一生 最后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到 他渴望能够遇见自己心爱的人 好好过一生 而他与刘涛 秦海璐等人一起出游时 也坦言的确是很渴望婚姻 希望能够结婚生子 享受自己的家庭生活 而如今再次被朋友认定 恋爱运过于坎坷 张翰虽然难掩不好意思的表情 却笃定不再急于求得婚姻 在38岁的时候提前了两年感受到了人生不惑 38岁的张翰和荣祖儿等 加盟湖南卫视的综艺木野家族 谈及孤独的话题时 张翰的眼泪落了下来 他说享受孤独也害怕孤独 都说男儿有泪不清谈 上一次张翰在公开场合落泪时 是因为谈及前任 他说很多事情没有第二回的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话落他的眼眶也红了 网友们猜测他怀念的前任是谈了五年的郑小花 还是谈了三年的古丽娜渣 前些年张翰的名声并不好 有人说他油腻 还有人说他是渣男 2009年已经从中戏毕业两年的张翰 还是岌岌无名 一次没抱太大希望的试镜 让他拿下电视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男主角 这部神剧喜欢的人爱得不行 不喜欢的人那是从各个方位都能吐槽 就在一片争议声中张翰火了 至此张翰开启了霸道总裁之路 也什么都是霸总的味道 同时他也收获了与郑小花的爱情 五年后两人分手 张翰过起了被郑小花粉丝围攻的日子 就连他吃一碗面都有粉丝骂他 小花都那么瘦了 你怎么还吃得下去面 简直是无语至极 那时的张翰很惨 不仅是被对方粉丝攻击 在事业上也是进入了怪圈中 2014年大众对张翰的质疑声达到了最高点 在电视剧《山山来了》中 张翰夸张的演技加上雷人的台词 成为大众调侃的对象 剧中他指着一片鱼塘对赵丽颖说 我要让全世界知道这个鱼塘被你承包了 此场景之夸张被网友做成表情包 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堂主 那时的张翰虽说有戏可拍 但他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对 他焦急地寻求转型的方向 为此还得了轻微的抑郁症 后来张翰采访谈及那时说道 第一部戏就被大家认识了 我觉得演戏就应该这样 但是演戏总是一个风格 慢慢的自己就把路走死了 拍完《深山来了》后意识到了问题 回看成片觉得自己怎么掉进了这个坑里 事业上张翰止步不前 感情上他却有了新欢 在拍摄《山海经》时 张翰与那扎音戏生情成为情侣 俩人多次被拍到举止亲密 张翰就直接公开了这段恋情 俩人相恋三年也曾非常甜蜜 那扎也是招黑体制 张翰还亲自下场为女友说话 妥妥地霸总风 夫妇得正 黑加黑也有可能变红 可俩人还没等到红时 就官宣了分手 理由是性格不合 2016年张翰四处寻找转型的机会 得知吴京在丑拍《战狼2》 张翰知道这是一个好机会 他不惜自降片酬 甘愿演一个配角 得以进入《战狼2》的剧组 张翰对吴京说 杀金钱我可以全天24小时工作 付出就有回报 电影上映后张翰获得广泛好评 粉丝为他高兴 说他终于摆脱了昔日形象 成功转型 张翰感慨道 比赚钱还开心 之后张翰不仅拍作品 还接了不少综艺 这让大家看到了更立体的张翰 之前说他是唐主是嘲讽 如今叫他唐主更是一种调侃 回看张翰入行多年的经历 你会发现他并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 虽然他多次被骂渣男 但他从未说过前任的不好 两段感情 一个五年 一个三年 八年的时间 能说他对感情不认真吗 或许我们应该更理智的看张翰这个演员 抛去作品的好坏 在感情问题上 张翰是非常认真的 我们可以对他少一些批判 多一些理解 张翰曾经说过 我也特别期盼 能遇到一个让我不要脸皮的人 期待这个对感情认真的人 能早日遇见那个对的人 张翰的新综艺将在7月16日播出 大家一起期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